诗诗无形画 画是有形诗 我们分享诗词之美 感受诗词之趣 各位好 欢迎来到古北卫视全新原创诗词文化节目 奇妙的诗词 大家好 我是主持人洪杨 每期将会有四位来自全国各地优秀的诗词达人 他们将登上我们的舞台 经过三观角逐 最后会有一位诗词达人脱颖而出 成为本场诗魁 当然也欢迎电视机前的您 通过网络的方式和我们在线答题 共同来感受诗词的奇妙 首先让我们一起来认识一下 来到现场的三位嘉宾老师 首先要欢迎到的是 华中师范大学文学院教授林岩老师 厦门大学人文学院副教授李京老师 欢迎中国教育智库网特品专家包君诚老师 欢迎三位老师 第二期前的您 您准备好了吗 跟随弘扬的脚步一起踏上奇妙的诗词之旅 首先一起来认识一下第一组的第一位狮子大人 欢迎她 来 让大家伙认识一下您 男儿和不带无钩 收取关山五十周 大家好 评委嘉宾好 主持人好 我叫张一鸣 来自安徽省合肥市 乱路小学催分校三六班 我今年九岁了 九岁了 特别的周到 特别有礼貌 你手上拿的这些是什么 这是我爸爸给我编的古诗词书 现在已经编了六本了 每首都是爸爸精挑细选选出来的 我每天都会看这些诗词 能借我看一看吗 可以啊 这是其中的一本是不是 对 一本就这么厚啊 有六本这么厚的书册 来 我们来看看这里面 这满满的都是父爱啊 上面还有拼音 然后注解 非常的用心啊 你是从几岁开始背诗的呀 我是从三岁半开始背诗的 三岁半就开始背诗了啊 有没有算过现在一共能背多少首诗 大约能背一千三百首左右了吧 一千三百首啊 今天小小的少年将要爆发大大的诗词能量 这个书交给你好不好 待会儿下去好好准备好吗 嗯 好 好 我们一起给张一鸣加油 准备一下 好了 送走了小小少年 他号称是中国诗库啊 张一鸣 来看看张一鸣小朋友的对手 会是谁呢 来 认识一下他 你好 黄阳哥好 三位评委老师好 黄鹤楼中吹玉笛 江城五岳 落梅花 大家好 我叫陈毅 目前是北京大学化学与分子工程学院 物理化学专业的博士研究生 哦 博士研究生啊 物理化学专业 对 这是一个什么样的学科呢 物理化学呢 简单地来说 就是研究化学反应过程中的一些物理现象 嗯 然后我们也常常调侃自己是那须名于戒子 藏日月与湖中 我们在努力地探索纳米科学世界的神奇与奥秘 哦 你看还背起诗来了 就是说他是理科生 对 但是呢又很喜欢诗词 喜欢文学是不是 你是文理兼修啊你啊 过奖过奖 所以你是在诗词当中 会不会运用到一些理科的一些思维 嗯 对 我觉得科学和文学诗词 就仿佛一枚硬币的两面吧 是相通的 黄杨哥你知道 李白有一首诗 《日照香炉生紫烟》 王伯也有烟光灵 啊 木山紫 为什么这诗词中的颜色都是紫色呢 因为紫 因为紫气东来 是由于这个水气或空气中的粒子对光的一种散射 大家知道我们常见的太阳光有红尘黄绿蓝电子七色光 对 其中紫光的波长最短 它的散射最强 因而我们看到的都是紫色的光柱 这就是我们的理科博士诚意啊 我们一起来看看他和九岁的少年张一鸣 之前的笔片 诗词第一关 诗词问答 四位选手将被随机分成两组 进行一对一答题 获胜选手直接进入第二关 落败选手进入线索参师挑战 一鸣你看看旁边的这位哥哥 他可是博士呢 你害怕不害怕呀 一点都不怕 想对他说点啥 诗人不识凌云木 诗带凌云使道高 你放马过来吧 我绝对不会手软呢 好 太棒了 相逢一气未均营 戏马高楼垂柳边 共同享受诗诗带给我的美好 你看一个是放马过来 一个是我们共同享受 以柔克刚 对 以柔克刚 谁胜谁败 我们拭目以待 好 一笔诗词快问快答 先从一鸣开始 请听题 两句三年德 一饮双泪流出自苦音诗人 甲岛笔下 请问他的外号是 诗酒是梦娇 所以诗奴是假导 在孔雀东南非里 刘兰基是多少岁 嫁给焦仲亲 十三能知数 十四学才一 十五谈空侯 十六宋师叔 十七为君父 所以答案是十七岁 以下诗人中 谁没有因科学考试被处罚过 李白他并没有参加过科学考试 所以是李白 韩寺同诗里 我自横刀向天笑 去留肝胆两昆仑 写于哪里 出自狱中提毙 望门头子 思张典 人死须于 带渡根 我自横刀向天笑 去留肝胆两昆仑 所以是狱中 网剧山河令第十四集 有诗 既见君子云无不喜 请问他出自于诗经的哪一篇 他出自于诗经的风雨这一篇 诗句居高声字远 飞式戒秋风中的声 是哪种动物的声音 出自于诗南的禅 垂尾引轻路流响出书童 居高声字远 飞式戒秋风 禅也就是资料 王之幻诗里 枪笛何须 怨阳柳春风不渡 玉门关中的玉门关 位于我国今天的哪个地方 玉门关问 位于我国今天的甘肃省敦皇室 路由诗里 此身何是诗人为 细雨骑驴入剑门中的剑门 位于今天的哪个地方 衣上真诚 杂酒痕 远游无处不销魂 此身何是诗人为 细雨骑驴入剑门 剑门在今天四川 剑阁的北面 以下两位诗人 哪一位因种植桃树 而有桃花县令之称 潘安在做和阳县令的时候 在城中多处种桃树 所以被称为桃花县令 答案就是潘安 仙宗时友是对活动于 出圣堂时期 十位文人群落的追目 而提出的一个称美性质的范畴 以下部署于仙宗时友的事 仙宗时友不包含 出堂四节 所以这题应该选 卢兆凌 路由诗书粪 赛上长城空字语 尽忠衰病 以先般中的赛上长城的典故 与哪位大将有关 赛上长城空字语 尽忠衰病 以先般 出师一表通筋骨 出师一表真名是 千载谁看播中间 是谈道计 天空体 作家冰心的这个笔名 出自唐代哪位诗人的名句 出自王苍林的 佛罗楼宋新建 韩宇连江夜日无 平民送客 楚三姑 洛阳亲友如香味 一片冰心在玉湖 川寒西岭千秋雪中的西岭 指的是哪里 西岭指的是名山 因为这时杜甫在成都 他不可能看见华山 只能看见名山 判断题 关盖满清华 私人独桥翠中的关盖指的是 声名远扬吗 不是 这是出自杜甫的孟里白 这里指是高官 习近平总书记 曾在亚太金和组织领导人 峰会上引用了 山明水晋夜来霜 鼠树生红 初浅黄来描述当时北京的天气 请问这两句是出自 哪位诗人的哪部作品 这两句是出自 刘雨昕的秋词 宣草又叫旺幽草 如今大家是很熟知的黄花菜 这里应该指的是母亲 黄朝诗里 他年我若为亲地 暴雨桃花一处开 提涌的是哪种花 黄朝的诗名叫 提菊花 所以是菊花 苏氏诗里 罗浮山下四十春 卢菊杨梅 刺地心中的罗浮山 位于现在的哪个省份 日旦荔枝三百棵 不辞常作 岭南人 你拿是现在的广东 杜埔诗句诗人 莲富笋 何用羽毛其中 说的是哪一种鸟 是鹦鹉 填空题 苏门四学士指的是 黄亭坚 张磊 曹补芝和谁 黄亭坚 张磊 曹补芝和谁 张磊 二十秒 请关 诗今是我国古代 最早的一部诗歌总集 请问现存一共多少篇 有三百零五篇 李懿再下去 墨前只轮归海窟 仍留一箭定天山中的一箭定天山的典故 与哪个人物有关 薛阳贵 请问 杨万里看到接天连夜无穷碧 映日和花别样红的美好景色 是在杭州的哪个地方 在杭州的近十四 小明正在制作一本编年体诗集 以下两句诗在诗集中应该排在后面的是 排在后面的应该是 海内陈子几天涯若比林 好 将开启我们的双限定飞花令 将有两个限定条件 我们来看看题目 山和云 先从一鸣开始 曾经滩海难为水 除却乌山不是云 远上寒山石敬霞 白云深处有人家 云与乌山广断肠 借问汉宫谁得适 可怜飞燕引心装 更有西江石壁截断乌山云雨 高霞出平湖 答题结束 我们要恭喜的是 诚意进入到第二关了 一鸣稍微有一点点遗憾 但是还有机会 好吧 一起加油好不好一鸣 好 我们一起来看下一组的表现 好 我们来认识一下 第二组的这位试试达人 欢迎他 与谁同坐 明月 清风 我 大家好 我叫樊本果 来自河南南阳 现在在河北唐山工作 是一名中学语文教师 我的兴趣爱好非常广泛 弹鼓琴 夏围棋 吟诗词 唱戏曲 都是我的兴趣爱好 我还有一个绰号 叫东坡追光人 东坡追光人 应该是你特别喜欢 苏东坡先生 对不对 对 我特别崇拜苏东坡先生 为什么呢 因为我特别欣赏 斯东坡他为官一任 造福一方的这种济世情怀 以及历经磨难 仍然称眼前见天底下 无一不好人 这样的一种豁达的人生态度 那苏氏晚年啊 在背贬海南 忍饥挨饿的情况下 还能够新学风 是那片传统的战利之地 第一次有了文化书香 我觉得苏氏也是我们所有教育工作者之光 啊 说得真好 是不是因为苏氏先生 所以你才走上了语文教师这样的道路 有关系 你应该是他的粉丝 现在话说 对不对 是这样的 因为我有一个愿望 我想追随苏氏的足迹 去到他走过的每一片土地 哎呀 我听得特别特别的感动啊 因为喜欢苏氏 所以开启了他的诗词文化之旅 对吧 对 我们都说读万卷书也要心万里路啊 今天来到了我们的奇妙的诗词 有没有信心他能够成为诗魁 有 有 还挺轻松的啊 好 我们一起给凡本果加油好吗 谢谢 再准备一下 谢谢 好的 我们一起来看看 凡本果老师的对手会是谁呢 认识一下他 好 跟大家认识一下你好吗 汉文千载 传有序 处遇一弊 贵无双 大家好 我叫刘琪 来自清华大学经济管理学院 现在是一名管理学硕士研一再读生 我要跟三位老师好好介绍一下刘琪 刘琪呀 他是拿奖赚专业货 给大家汇报 哥哥 你这就有一点夸张了 不过呢 我确实是曾经连续三年获得过国家奖学金 然后在新加坡国立大学交换期间 也非常荣幸获得了新加坡国立大学的亚洲大马西亚洲青年领袖奖 然后与此同时我还曾经连续两年参与过国家级的科研立项 此外还有其他领域的无数奖项 但是呢 我同时还是一个跨文化交流的爱好者 我曾经先后前往美国的哈佛大学 耶鲁大学 德国的海德堡大学 红堡大学进行交流 我掌握了英语 德语 法语 葡萄牙语 四门外语 与此同时我现在还是新华大学学生全球战略研究协会的发起人之一 我们致力于立足中国文化 面向世界舞台 希望能够讲好中国故事 各位老爺 有没有听出来点凡尔赛的感觉 他刚才跟我说呢 胡杨哥哥 你也太夸张了 然后就巴拉巴拉巴拉 说了自己无数个奖项 我们会英语 德语 法语 拿奖专业过啊 特别棒 所以你今天是冲着我们诗魁来的 是不是 我尽力而为 尽力而为 对 你要是没拿到诗魁咋办呢 你是拿奖专业货啊 那我可能就古人学问无一例 少壮功夫老实成马 我还年轻 路还长 对 咱们路还长 我们享受它 好吧 感受它 感受它的奇妙 好吗 好的 好 我们一起给刘琪加油 来看看她和樊本国老师之间的对抗 这一组是两位女诗词达人 都是特别的温饭 遇到这种温柔的诗词达人 我就特别期待 他们放起狠话来 会不会也这么温柔呢 先从我们的樊老师开始 间隔争容而摧毁 一夫当关 万夫莫开 那我也回樊老师一句李白的诗 《尚礼庸》 宣服尤能为后生 丈夫为渴 青年少 虽然我年纪小 但我的诗词储备量 也不会在樊老师之下 好 我们进行的享受这个舞台吧 一位一 诗词 快问快答 准备好了吗 先从樊老师开始 请听题 李乔诗里解落三秋叶能开二月花 描写的是哪一种自然现象 解落三秋叶能开二月花 过江千尺浪入逐万甘霞 风 岑川诗里 汉海栏杆百战兵 仇云惨淡万里宁中的汉海指的是 汉海原来指北方的大湖 后来在古文中指广大的戈壁沙漠 所以是碧沙漠 田空提 李白诗里 一枝红叶鹿宁香 云与乌山网断肠 赞美的是哪位美人 这一连诗呢 出自李白的清平调三首 赞美的是大唐第一美人杨贵妃 田空提 新继其词里 水龙银灯健康赏星亭中的赏星亭 位于今天的哪座城市 我记得健康好像是南京 在六朝时期的古称 所以应该是南京 苏氏和《董传留别》中有名句 富有诗书气字滑 请问上一句是 这一连诗啊 是我偶像的诗句 我非常的熟悉 粗增大布 果生涯 富有诗书气字滑 人生到处枝和寺 硬似飞红踏雪泥 是苏氏写给谁的 这一首应该是出自苏氏的 贺子游免持怀旧 所以应该是写给他的弟弟苏哲的 杜甫登楼 可怜后主环寺庙 日暮辽为梁府营中的后主 指的是谁 这个后主应该是指 刘备的儿子刘善 他是蜀国的后主 蜀国灭亡之后 他也成为了王国之君 刘善 以下哪句诗是描写岳阳楼的 西文洞亭水 金灯月阳楼 五处东南彻 乾坤日夜福 所以是A 宋代词人 星期集在清平月 昏居写到了一家几口 其乐融融的景象 大儿除斗西东 中儿正知鸡龙 醉喜小儿无赖 西头握拨连棚 所以应该是一家五口 韩玉被点到 离京师不远的蓝田县时 他悲歌当哭慷慨激扬地 写下了一首名篇诗作奇闷 此诗是写给谁的 这一首诗应该是 韩玉写的 左千至兰关 是直孙香 所以应该是写给韩香的 电视剧 环珠格格的插曲 当歌词 当山风没有棱角的时候 当河水不再留 话用的是哪首诗 上爷 我欲与君相知 长命无绝衰 山无陵 江水为节 东雷阵阵 下雨雪 天地河 乃敢与君绝 幽州台 固止位于今天的什么地方 我记得应该是在北京 所以应该是A 北京大兴 判断题 曾三诗里 轮台九月 风夜吼 一川岁石 大如斗 是写给唐朝大将 风长青的吗 这首诗的题目是 走马穿行 奉送 风大夫 出师西征 这个风大夫 就是风长青 李白诗 桃花坛水深千尺 不及汪轮送我情中的桃花坛 位于我国今天的哪个省份 是在安徽宣城的 敬见桃花坛境内 国风 冰封七月 春日在阳 有名苍庚中的苍庚 指的是哪种鸟 苍庚指的是黄鹰 也叫黄黎 李商隐诗 如何四季为天子 不及卢家有莫愁 请问一季是多少年 我记得这首诗应该是 李商隐用来赶怀唐玄宗的 唐玄宗在位四十五年 所以应该是四季十二年 罗颖诗 不论平地与山间 无限风光近备战 描写的对象是哪种动物 不论平地与山间 无限风光近备战 采得百花成蜜后 为谁辛苦 为谁甜 写的是蜜蜂 陈参 逢入金始 雾元东望路漫漫 双秀龙中泪不甘中的龙中 是什么意思 龙中 提泪淋漓的样子 所以应该是沾诗的意思 下面哪句诗不是李白本人写的 李白斗九诗百篇 长安世上九家眠 这是杜甫的《引中八仙歌》中的诗句 李清照 永遇乐 突脆官儿 眼睛雪柳 促代征集处中的眼睛雪柳 指的是什么 这一首词里面 全部应该都是头饰 而眼睛雪柳 应该是用白涓做的头饰 其上又相依今事 新气急词中 最要然然可可 万事称好滑稽坐上 更对吃一笑 中的滑稽指的是什么 这个指的是酒气 韩玉早春城水部张十八元外中的张水部指的是张九龄吗 是的 回答错误 这道题很遗憾 判断题 韩玉的早春城水部张十八元外中的张水部指的是张九龄吗 应该是唐朝的诗人张吉 张吉做过水部员外郎 所以叫他张水部 好 我们要恭喜梵本果进入到第二关 刘琦还有机会 咱们再接再厉 好不好 好 好 我们一起来看看刘琦以及一鸣 他们之间的对抗 因为他们要争夺最后一个进入第二关的名额 祝他们好运 欢迎来到线索猜师 要提醒二位的是 这一组比拼过后 我们将暂时失去一位 施死大连 好 打起精神 我们来看线索一 唐代游览圣地 随时抢答 我们来看 线索二 一门三进室 线索三 无力挽留美好事物 随时抢答了 抢到了 好 一鸣一鸣 抢到了这些机会 一鸣告诉我你的答案是 我的答案是李商尹的夕阳无限好 只是近黄昏 好 我们来看正确答案 齐阳无限好 只是近黄昏 恭喜 恭喜一鸣 哎呀 争取到了最后一个 进入到第二关的名额 非常的珍贵 好 这样 我们打开其他的迅速 我们一一的来看一看是如何得到这个答案的 来打开其他的迅速 请老师们带着我们一起一一的来解析一下 比如他是唐代游览圣地 乐游园是唐代游览圣地 实际上更早的时候他就是西汉 西汉以后那个长安的东南角那一带 其实就是刘圣地 乐游园在曲江的北边 嗯 好 还有这个线索 他和白居易之间还有一些关系是吗 他给白居易写了牧之名 实际上李商尹跟白居易之间年龄差了很多 白居易在晚年的时候特别喜欢李商尹的文章 嗯 他甚至说过这样的话 嗯 我死之后要是投胎做你的儿子就好了 哦 白居易比他大 他大了四十多岁吧应该 哦 四十多岁 对 后来白居易去世之后呢 李商尹真的生了个儿子 起名字叫什么呢 白老 哦 可这个孩子呢 不聪明 很愚钝 所以有别人就 在边上就开玩笑说 你以为当白侍郎的 呃 后继之人 嗯 当他的后生是那么容易的吗 再过几年李商尹又生了个儿子 嗯 叫做滚师 哎 这个孩子就很聪明 对 所以李商尹专门为这个孩子写过诗 滚师我娇儿 啊 说他怎么有才华 说这样的才华 别人是比不上的 没准 这个就是白侍郎的后生 哎 那说个这样的话 那 白居易其实是给自己写过牧之名的 但是今天我们在全套文里面确实能看到李商尹为白居易写的墓碑名 嗯 好的 我们要恭喜到的就是一鸣一鸣顺利进入第二盘 我们要暂时告别的是刘琪 现在什么样的心情给我们大家分享 我觉得我也已经尽力而为了 嗯 尽力而为了 嗯 这趟诗词之旅你觉得收获最大的是什么 我觉得我也有享受了这个舞台吧 我有江南铁笛要以一只香雪吹彻玉城霞 虽然今天要遗憾的离场了 但是我相信我和诗词的故事 以及和中华文化的故事未完待续 嗯 希望你再来好不好刘琪 好 嗯 好谢谢 谢谢刘琪来过奇妙的诗词 谢谢你 好的 送走了刘琪 我们调整心态 马上进入第二关 提亮的诗词第二关 诗词大会 选手通过四个漫画 猜出对应诗句 答对金一分 本关结束后 积分排名前两位的选手 进入第三关 欢迎来到漫画才师 这关过后呢 将会有两位诗词达人 挺进第三关 站在中间的是我们可爱的 九岁的一鸣啊 一鸣在上一关的时候呢 是很艰难 拿到了最后一个 进入到第二关的名额啊 你能冲我们笑一笑吗 笑一笑 对 现在心情是怎样的 开心 开心啊 你觉得上一关 你能够获胜是运气多一些呢 还是实力就在哪 运气和实力各一半 各一半啊 那对这关有没有信心 有 有信心啊 好 三位诗词达人 我们一起加油 我们来看今天的第一集 这是一首唐诗 来看第一幅漫画 他年少被称为神童 来看第二幅漫画 他是唐朝第一位战地记者 来看第三幅漫画 他为长安写了一首长篇佳作 来看第四幅漫画 这幅漫画描述的就是 这一连诗句的意境了啊 好 我们来回顾一下这四幅漫画 请下答 请下答 哦 好 你抢到了这个机会 来告诉我你的答案 前三幅图我都不是很会 第一幅图有一点点感觉是落冰王 然后第四幅图就能准确地判断出 是他的永鹅 鹅鹅鹅取向向天歌 白毛浮绿水 红掌波轻波 樊老师 你认同这个答案吗 我认为他说的是对的 然后落冰王 他从小就是神童 在他七岁的时候 就写下了这首永鹅 然后后面呢 写他是战地记者的话 我们知道 他为那个徐敬业 写了一篇习文 带徐敬业讨武士席 讨伐武则天的 好 到底是不是这个答案呢 我们来看正确答案 白毛浮绿水 红掌波轻波 来自唐代诗人 落冰王的永鹅 恭喜 恭喜一鸣 回答正确 积上几分 其实我们大家对于 落冰王的认识 往往就是停留在了永鹅上 而忽略了另外一个事实 就是他在五十二三 三岁的时候 换到现在都已经快到退休年龄了 他随着军去西征 走现在类似于我们的丝绸之路 从兰州出发 最后到新疆 但还没有结束 最后又在西南部地区 从军 当然了他不是直接去打仗 大家看到那个叫战地记者 加一个小引号 其实他是从事的文职 这是他战斗力爆表的第一个 后来他还写了一篇文章 叫陶武赵席 就是说白了 就是说武则天的坏话 但是武则天看到这个文章以后说 这文章写得太好了 虽然在骂我 但骂得太有文采了 这个人物我要让他来到我朝中做官 但很可惜骂宾王拒绝了 他非常有骨气 最后的时候呢 骂宾王可能结局 没有我们想象的那么的圆满 然后第三幅章里面 那个其实写的是地经篇 我们可能不是特别熟悉的一个文章 有兴趣的可以去了解一下 从这四幅图来说 我觉得其实很好地反映了 骂宾王一生的这个成就 因为我们知道就是骂宾王是 初唐四节之一 而初唐四节 他们在中国唐代的诗坛上面 是一个代表一个新时代开始 因为在初唐四节之前 当时整个的这个诗坛 主要是由一些宫廷诗人来 就是来把持这个所谓的诗坛 而这宫廷诗人呢 他们所描写的这个诗歌的题材 主要是一些印制的诗歌 也就是奉献给皇帝啊 公主啊或者是将军的 这样一些应酬之作 但是从初唐四节开始 他们的诗歌的视角就开始 扩大到整个的所谓的社会 比如有写边塞的 有写这种城市生活的 所以后来的文学史家 在评论这个初唐四节的时候 就说这些诗人 就初唐四节这些诗人 他们的眼光开始从宫廷走向了市井 从台阁走向了大漠 而我觉得洛宾王 就他作为一个战地的记者 或者他写这个低精篇 我觉得很好的就代表了 初唐四节的一个贡献 对 所以他们真的是开辟了一个新的时代 好 这就是洛宾王的这首《永鹅》 我相信很多小朋友 三四岁的小朋友都会背 我们来看下一题 这是一首《青岩探视》 我们来看第一幅漫画 来看第二幅漫画 来看第三幅漫画 来看第四幅漫画 这幅漫画就是描写了 这一连诗的场景 好 我们来回顾一下这四幅漫画 选手请准备 倾向打 好 我们要恭喜《青岩探视》 抢到了这次机会 来告诉我你的答案 别懂大二手其一高市 千里黄云白日薰 北风吹燕雪纷纷 莫愁前路无知己 天下谁人不识君 先从最后一图书来看吧 有黄云 有各种意象 有两位友人在告别这种意象 所以从这就首先就会联想到 高师的这首《别懂大》 然后再往前看 前面有很多关于边塞诗诗的描写 所以就联想到了这首诗 就是这里面第三幅图里面说到他封喉 如果没有记错的话 高师应该是唐朝的诗人中唯一一个封喉的 哦 补充了一个知识点 所以你认同他的答案对吗 对 我认同 我们先来看看正确答案好不好 是不是这个答案呢 就是高师呢 他其实是出生于一个官僚家庭 他的祖父呢 其实就是唐朝的一个开国的一个大将 但是呢 到高师的时候呢 他在试图上其实不是很顺利 大概20多岁就开始参加科举考试 但是没有考中 后来曾经有一个十多年的这样的一个隐居 后来呢是经过别人的推荐 大概在40多岁的时候 大概可能46岁左右的时候 这时候呢才种的叫做有道科 有道科是什么样的 是一个就是特别有德行的 或者是有掏略的这样的一个 选拔这一类的人才 所以这是一个很特别的一个科目 所以才走入仕途 但是走入仕途之后呢 做的是一个一个腺位 他也不太满意 所以后来呢就干脆辞去腺位不做了 因为他觉得腺位要经常的 为了收税要鞭打老百姓 他一心不忍 所以后来呢就干脆辞官不做 后来呢就是 是进入了就是唐代的时候 有一个非常有名的将领 叫歌书汉 他当时呢是做这个 拢幼跟何夕的节度使 那所以后来是入了他的幕府 从此之后呢 哎 他的人生呢开始发生一个 很大的一个变化 那比如说在安史之乱的时候 他曾经就跟随这个歌书汉 一手一起防守这个同关 但可惜呢就同关后来是失守了 于是呢他就跟随这个唐宣宗 就到了这个四川 那此后其实他的人生就开始开挂了 就是他后来陆续的先出任淮南节度使 后来又做过所谓的这个什么建南节度使 那所以这个在唐代 一个诗人能够做到节度使 那这个其实是一个很高的一种一种职位 而且因为他在做节度使这些方面 就是颇有成绩颇有政绩 所以后来被分为叫做渤海献猴 那古代的就是所谓的爵位 分为叫公猴博子男 那能够到侯爵这个地位 其实是非常非常少见的 非常非常少见的 所以这个高氏可以说是在唐代的诗人中间 尤其是知名的诗人中间 他的就是政治地位 或者是官位最高的这样的一位诗人 我们来看下一题 这是一首七言唐诗 我们来看第一幅漫画 他屡试不中成为落榜第一人 来看第二幅漫画 但他失明卓著粉丝无数 来看第三幅漫画 粉丝看到他的长相后 却果断取关 来看第四幅漫画 还是及时行乐吧 来 我们回看一下这四幅漫画 选手 请准备 请抢答 好 恭喜 恭喜樊老师抢到了这个机会 我来猜一下吧 应该是他的 德极高歌 诗极修 多愁多恨 意悠悠 今朝有酒 今朝醉 明日愁来 明日愁 因为我从第一幅时尚不地 基本上确定是他 然后后面呢 就是他有很多的粉丝 好像其中那个第三幅说到的 是有一个宅相的女儿 非常喜欢他 但是后来见到他的长相 非常的丑陋 后来就没有 一开始想要嫁给他 后来就没有这个想法了 好 我们来看看到底是不是这一连诗呢 来看正确的 今朝有酒 今朝醉 明日愁来 明日愁来自唐诞诗人 罗颖的诗句 恭喜 恭喜樊老师 回答正确 请一上一分 罗颖呢 他大概从那二十多岁的时候 就参加科举考试 一直考到五十五岁 所以考了大概有十多十次左右 所以没有考上 这在当时是确实有历史记载的 所以应该说 他是一个失意至极的一个人 但是我觉得这个罗颖最后 其实也有一个扬眉吐气的机会 就是他十字考不中之后 五十多岁了 干脆做了另外一个选择 就是当时投奔了 在今天浙江这个地方 叫镇海节度时 前流 也就是后来吴越国的开创者 那这个吴流对他是非常非常的欣赏 但是这时候 北方就是后梁建立了 后梁叫朱温 就征召他入朝 那在当时可能很多人会觉得 哎呀 我还是要到朝廷去做官 但是罗颖拒绝了 我就用一句现在很时髦的话叫 昨日你瞧我不喜 今天你高攀不善 对 所以我觉得还是挺有骨气的 但是罗颖的诗歌 在当时流传的非常的广 尤其是在江南地区 就是他的粉丝众多 但是呢 罗颖不仅仅是在科举上面遭到打击 另外在所谓的婚姻上面 遭到了第二次打击 一开始是有个粉丝很喜欢读他的诗歌 结果看到他的相貌之后 哎 没想到这个女孩子是外貌协会的 哦 果断地就拒绝了 对 大概是这样的情形 但是我觉得其实在整个的 这幅图的第四幅图中间 尤其是回到他这首叫自浅诗歌 我觉得这个其实才真正值得品味的 这首诗歌的题目叫做自浅 看起来这首诗歌好像写得很洒脱 今朝有酒 今朝醉 明日愁来 明日愁 好像一副不在乎的样子 但是其实你联系一下他的经历 你就会知道 其实内心里面非常的悲凉 所以我觉得可以套用 就是北宋有一个 也是很诗意的一个词人 叫厌弃道的一首词 叫做欲将沉醉换悲凉 我觉得用来解释这首诗歌 就特别的贴切 内心里面不知道有多少的悲凉 所以只能是借酒交仇 来排遣自己内心的苦闷 所以这首诗歌的名题目叫做自浅 好 我们来看下一题 这是一首七言唐诗 来看第一幅漫画 囤诗仅六首却首首经典 第二幅漫画 他的朋友们都是诗坛俱将 来看第三幅漫画 一场著名的赌局 只有他笑到最后 来看第四幅漫画 就是描述这一连诗的场景 来 我们回看一下 下之四幅漫画 先手请准备 轻抢打 好 容易抢到了 出自王之焕的黄河远上白云间 一片孤城万刃山 枪笛何须怨阳柳春风不渡玉门关 可以解释一下第一首从第一幅图 纯丝仅六首基本上就可以猜出是王之焕 然后二三基本上讲的是奇形画壁的故事 然后当时和这个王之焕高氏和王昌霖三个人在一起 最后最后一位最美的歌女唱了这个梁州词 黄河远上白云间一片孤城万刃山 当然这首词后来在清代的时候又被季晓良改写 黄河远上白云一片孤城万刃山 好 我们来看正确的 黄河远上白云间一片孤城万刃山 来自唐代士王之焕 恭喜 恭喜同意回答正确 今天我们在全堂诗里看到王之焕就是六首诗 这里边最著名的两首 一个是刚才的咱们这道题的答案 还有一个就是灯灌雀楼 这个是孩子从小就能背的 所以第一幅图应该大家看了以后 就基本上就能想到是王之焕 那第二幅画跟第三幅画 刚才我们选手说对了 都是跟齐廷画斌有关系 这个故事呢是记载在晚唐的一本小说 叫做《极异记》里面 另外那两位 一个是王昌龄 还有一位是高氏 小说里说的是大概在开元中期的时候 有一个冬天很冷 那么这三位呢就约好了到那个齐廷去喝酒 刚开始喝的时候 一群的黎原的灵官带着乐器就进来了 灵人在一块聚会他就要唱 他们就开始唱起来 这三个人就轻轻地说 我们都不说话 我们也不要说咱们两 咱们三个是谁 大家都喜欢我们的诗 我们粉丝都差不多对吧 但到底谁比谁强 今天就来看看 第一个灵官唱的是王昌龄的诗 王昌龄一听他唱 韩宇连江夜入吾这首 就用手站了一下酒之酒夜 在墙壁上画一条线 一绝局 意思说这唱的是我的 然后第二位唱的就是高氏的 第三首还是王昌龄的 奉走平民金殿开那一首 结果王昌龄当然就有点得 因为这个时候 王之焕的诗一首都没唱到 但是王之焕他特别的吻 他说我的诗 那是阳春白雪 不是俗物会唱的 你们看那里边最漂亮的 那个女孩子双环的 说他唱的一定是我的 如果他唱的不是我的诗 以后我不再做诗了 我退出我不跟你俩争了 但是如果他唱的是我的诗 你俩就要称我为老师了 当然最后答案就是 那个灵人真的唱的就是 这一首《黄河远上白云剑》 这个诗 唐朝的诗歌为什么能够快制人口 我觉得在这个故事中间 其实透露了一个信息 就是唐代有些诗歌 尤其是绝剧 它是入乐的 所以这是当时真的是很多的 灵人或者是乐迹 他是会唱这些作品的 所以这些诗人们 就是他们的诗歌写好之后 有的时候之所以成为名片 就是因为传唱的比较广 他所反映的那个时代的风尚 那种时代的氛围 它是真的 对 好 我们来看最后一题 这是一首《斗词》 我们来看第一幅漫画 皇上不喜欢他的词 来看第二幅漫画 从此流浪四方 第三幅漫画 凡有WiFi的地方 都在播放他的歌 来看第四幅漫画 这幅漫画描述的就是 这一连诗句的意境了 好 我们来回顾一下这四幅漫画 先生请准备 请抢答 好 蓝老师 应该是刘勇的 一代健宽 终不悔 未一消的人憔悴 从《低浮图》里面说 皇帝不喜欢他的词 说当时皇帝好像是说 何要扶名起去浅真低唱 然后之后刘勇 他就称自己是奉旨填词 然后到第三浮图呢 当时有一句流行的话 说凡有情水处 皆能歌流词 而且说刘勇 他到最后去世的时候 也是那些歌女们 出资把他安葬的 最后一连的意象 也很明显了 就是销售 好 思路很清晰 我们来看证据答案 一代健宽 终不悔 未一消德 人憔悴 来自宋代诗人 刘勇 恭喜 恭喜凡老师回答正确 一上一分 刘勇 他其实考了很多次 大概一直是考到50岁的时候 然后这个时候才考中了进士 所以他此前是有多次硬考的经历 但是在他多次落榜的情形下 他曾经写过一首词 叫做贺冲天 其实这个词调的名字本身就很有意思 你已经落榜了 对吧 但是写个词调 偏偏要说叫贺冲天 一贺冲天 就不服气嘛 比如说在这个词的上却的最后一句 叫做财子词人 字式白衣倾向 那因为在唐宋的时候 参加科举考试的试子 按照规定都是要穿白衣蓝衫 就白色的是专门的 这个像学生服一样 所以他当时没有考中 所以还是一个 所谓的白衣 就是还算是一个白衣的一个秀才 但是他觉得 我未来肯定是要做宰相的 所以说白衣倾向 意思就是我是未来的宰相 这体验他的这种所谓的自负 那在这首词的下一却 有一句话 其实我觉得是比较能够反映 他个人的心声的 叫做青春都一赏 人把浮明换了 浅真低畅 也就是说 我觉得人是很短暂 在我的这个正当年的时候 正青春的时候 我还是去把公民抛开 然后我去寻求一下自己的欢乐 那也就是最后这一句 带出了这个故事 就是他后来考中了 终于有一次考中了 但是等他的名单 乘坐在皇帝面前的时候 人宗皇帝 宋人宗 说看到他的名字 这刘勇啊 这不是你在词中说 人把浮明换了 浅真低畅吗 所以皇帝就怼了他一下 何要赴命且去填词 这是皇帝怼一个秀才 你不是不要我皇家的公民吗 那你就去填词吧 所以刘勇也很有意思 他又怼了回去 对不对 你不是皇帝让我填词吗 那我就奉执填词吧 所以这个故事是有这么来的 笔记里面是这么记载的 那下面这个 其实倒很能体现刘勇 在当时歌坛上的影响力 就这是来自于 就是北宋末年 叶梦德的一个笔记里面 他提到就是 有一个官员 从出使西夏回来 那其实实际上是 从这个西北 比较偏远的地方回来 结果他的言录的见闻 就说 凡是有井水的地方 也就是凡是有人际的地方 都能可以听到 传唱流用的这种歌声 也就可见他的词 传唱的非常非常的广 对 所以我觉得这个第三幅画 其实对这个反应的很贴切 那第四幅画呢 就是也是来自于 他的这首词中间的名句 所以我觉得这首词本身 其实不太难猜出来 但是我觉得像凡孟国 对整个的这个故事了解的 也还比较多 我说这是比较难得的 我相信他在 作为一个语文老师 给学生在上课的时候 一定可以把这首词 讲得会声会色 对 谢谢老师 哎呀 这学到了不少啊 你看 诗词是不是很奥妙 是不是很奇妙呢 好 我们的舞题已经过去了 我们一起来看看 场上三位诗词达人的积分情况 所以我们要恭喜到的是 陈毅 还有凡老师进入到第三关 恭喜两位 要止步于此的是 九岁的一鸣 一鸣 最后了 有什么话想跟我们大家分享的吗 江东子弟多才俊 卷土重来未可知 我不会因为这是失败而气馁的 我还会回来的 嗯 太好了 希望你能够继续喜欢诗词好吗 谢谢 谢谢一鸣 来过奇妙的诗词 谢谢一鸣 送走了可爱的一鸣 一鸣告诉我们 其实学习诗词 什么年纪都可以开始 好 收拾心情 马上进入第三关 奇妙的诗词第三关 触景生剧 根据大屏给出的情境 两位选手轮流达出符合要求的诗句 当有选手无法回答 或回答诗句不符合要求时 极为失败 欢迎来到第三关 触景生剧 这一关过后将产生奔场失窥 我们一起来看看今天的题目是什么 我相信这道题对两位来说都不在话下 我们共同来期待 今天晚上的诗葵将花落谁家 先从诚意开始 那我们来到了湖北 首先说一句关于黄鹤楼的诗词吧 西人已成黄鹤去 此地空于黄鹤楼 那您刚刚说到我们现在在湖北 而且我们是在武汉市 所以我要说黄鹤楼中春雨笛 江城五月落梅花 江城是武汉的别称 既然说到了 武汉 武汉分武汉三镇 武昌汉阳和汉口 我先说汉阳吧 情湍利利汉阳树 芳草七七鹦鹉洲 那我要说 那我要说 我接着刚刚到山镇说 然后说武昌吧 采饮长沙水 又食古昌鱼 那在武汉啊 还有一座建筑 一桥飞驾南北 天嵌 变东通途 一桥就是指的武汉长江大桥 也可以到上面去走一走 更立西江石壁 截断乌山云雨 高峡出平湖 一起去看看乌山云雨 那我们还有一条水啊 汉水可以去看一看 李白有诗云 功名富贵若常在 汉水易英西北流 还是在湖北吧 楚色三香街 金门九派中 咱们能转出去吗 别总在湖北待着 好 孤苏城外一茅屋 万树梅花 月满天 孤苏城就是苏州的古城 孤苏城外寒山寺 夜半钟深道客船 去寒山寺可以看看 那我再推荐一下 我们苏州练作 非常有名的古城 江南嘉丽地 金陵帝王州 南京又叫石头城 然后刘雨昕曾经写过 淮水东边旧十月 夜深环过女墙来 五月寻仙不辞远 一生浩入明山游 独山有香炉风 日照香炉生子烟 遥看瀑布挂前川 我素黄山避西月 听之雀霸 松坚秦黄山 那我就稍微走远一点 然后去到华山 西上莲花山 迢迢见明星 那我再推荐 五月之尊 泰山 代宗福如河 其鲁清未了 代宗也就是泰山 那说到庐山 不诗庐山 真面目 紫园身在此山中 那我们到庐山上啊 有一个景点不可不看 那就是庐山瀑布 日照香炉生子烟 遥看瀑布挂起 坏师 庐山东南 吴老峰 青天萧出金芙蓉 吴老峰 然后在山东 到了山东 山东 到山东就转转吧 好 来 到山东之后呢 苏寺曾经在这里 坐过密州的菜手 市场超然 请上看 半毫春水 一层花 烟雨暗千家 嘉林九江水 来去九江策 九江 去江西玩一玩 然后江西最有名的 巡洋江头夜送客 风夜嫡花 秋色色 去琵琶行李看一看 长一关朝 满锅人争江上旺 关的这个朝 就是乾堂江朝 非常的壮观啊 嗯 我说一句 大家都非常熟知的 刘勇的旺海潮 东南行圣 山无都会 乾堂自古繁华 孤山寺北 甲亭溪 水面出平 云角低 这个孤山寺和甲宫廷 也是很好的 一个旅游景点啊 绍兴有一个 非常有名的湖 我之前也去过 叫静湖 贺子章之前 回乡偶书奇亚中 写到 离别家乡 岁月多 近来人世 半消磨 唯有门前 近湖水 春风不改 旧时波 哎呀 好 正确 来 东网山音 何处是 往来一万三千里 写的家书空满纸 所以我推荐 去绍兴 看一看 当年万里 蜜蜂猴 匹马 树梁州 去梁州 可以去看一看 天下三分 明月夜 二分无赖 是扬州 推荐扬州 跟着桑老师一起去扬州 二十四桥明月夜 遇人何处 叫吹枭 二十四桥 去看一看 那在西安城内呢 还有一个乐游园 乐游园上青秋节 咸阳古道 阴沉绝 何处望神州 满眼风光 北固楼 北固楼在今天 江苏 苏省 镇江市 金口瓜州 一水间 中山只隔 树重山 这个金口啊 是镇江的古称 此生谁料 星在天山 生老昌州 去天山和昌州 都可以看一看 若问古今兴飞事 请君直看 洛阳城 洛阳 洛阳里面有一个 非常有名 之前是从建的 金谷园 阿旁武殿 翻罗秀 金谷名园 喜玉楼 随滴鼓流 揽龙舟 那洛阳有一座山 北盲山 北盲山头 扫贤土 既是洛阳人 旧木 非常有历史的 沧桑和厚重感 大家也可以去看一看 美人自问 乌江岸 战火 陈烧 赤壁山 可以去我们 安徽的乌江 去看一看 宜阳城下 草七七 渐水 东流 复向西 宜阳城呢 是诗人李鹤的故乡 大家可以去看一看 河南省 肯定是不如 樊老师手 换个旁边的 十三艘古都去西安吧 长安大道 连峡斜 青牛白马 西乡车 去看看 长安古义 深寒 赐玉 华清池 温泉水滑 喜宁之 华清池 归来 池苑 皆依旧 太叶芙蓉 魏阳柳 去魏阳宫 看一看 马维坡下 泥土中 不见欲言 空死处 马维坡 也就是马尾翼 现在也是一个景点 沧海月明 朱有泪 蓝田日暖 玉深烟 去蓝田 看看美玉 还有一个地方 也盛产美玉 那就是新疆的 和田月 和田 我换一个地方 可以吗 答题结束 谢谢两位导游 让我们知道了 有这么这么多的地方 所以假期的时候 干什么呢 来一次诗词的文化之旅吧 一定会让你收获良多的 但是非常地遗憾 我们的梵本果 可能要止步于此了 刚刚有点看 一唱雄鸡 天下白 万方乐奏 有余田 对 太一点点 但是我们有时间限制 谢谢 谢谢梵本果 来过奇妙的诗词 谢谢你 好的 我们要恭喜 本场诗魁成立 哎呀 我说啥 李柯生李 诗词最好的那个 自己有想过 自己会成为 本场诗魁吗 并没有 我想说 借用李商银 景色里面的 一句诗吧 死情可待 成罪意 只是当时已往然 我非常感谢 湖北卫视 这次提供给我们 这样好的一个平台和机会 也希望我们 能借助 诗词这样一个纽带 相知无远近 万里尚为零 太好了 谢谢 谢谢诚意 让我们再次把掌声 送给诚意 她是本场诗魁 好的 亲爱的朋友们 以上就是今天 奇妙的诗词的全部内容 感谢您的收看 别忘了 下一期老时间 老地点 胡杨继续陪伴大家 用诗词寻找 诗和远方 咱们下周见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